- 如果說你今天是屬於在第二線隊 單獨使用或是合併iFOOT使用隊 合併FARROID也是不錯的選擇 或者說你用在第二線之後 你用FARROID合併CDK46隊 其實有很多證據顯示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藥物的結合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 癌肤脱嘛 就是说假设这病人第一线使用方箱的抑制剂 但是后来这疾病进展队 我们使用方箱 抑制剂合并的癌肤脱 它可以有效延长这个存活力 比如说我们假设原本使用 妇乌纳这病人疾病进展 如果说你要帮病人换药物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建议他选择 就是类固存 因为我们知道妇乌纳是属于那种 非类固存类的方箱 抑制剂 如果说这个病人用了妇乌纳之后 疾病进展 一般会建议选另外一个AI的话 会建议选那个诺曼癌术 因为诺曼癌术属于类固存类的一个方箱 环维致剂不同类型 如果说你今天只有使用这个诺曼癌术的话 它平均有效进展的时间 平均是2.8个月左右 如果说你今天合并这个诺曼癌术 可以把它拉长到将近7个月 所以有效延长病人的一个无病存活率 如果是整个存活量来讲 你会发现说其实他本身来讲 4.1个月比上10.6个月 大概平均可以延长将近6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使用那个诺曼癌术 使用那个癌术头 如果说你使用这个法洛德 它其实也相较于单独使用法洛德来讲 是比较理想 法洛德其实目前荷尔蒙药会建议合并使用 就是说我们选用不同类型 比如说法洛德单独使用 平均控制来讲 可能是5个月左右 如果说你今天用法洛德加上罗曼癌术 可以把时间几乎延长一倍 变成10.4个月 这是另外一种亚药选择的考量 那另外一个CDK4如果说用在第二线之后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法洛德 就是肌肉注射亚药 如果合并CDK4 这个很有名的研究叫 PALOMA 3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单独使用法洛德 用在第二线之后 变成4.6个月 因为我们讲说第一线使用比较长 如果在第二线之后有效时间会减短 那如果说你今天合并一个标榜亚药使用 像法洛德合并CDK4 它可以延长到9.5个月 几乎就是乘以2倍的一个延长时间 那这是另外一个CDK4 它也同样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CDK4 我们合并这个法洛德 可以把有效时间从原本的 大概9.3个月 连成16.4个月 代表说荷蒙药治疗 如果说我们今天使用一个搭配选择队 可以几乎都把它double的疾病复伐的时间 那以目前来讲 接着发现说我们用在第二线队 假设变原本第一线使用方向的抑制剂 那后来疾病复伐 你单独使用泰文圈只有4.5个月 如果使用艾芙陀 或是单独使用法洛德 大概从4点多个月到9个月之间 说你今天使用一个药物结合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单独第二线 单独使用法洛德 大概可以6.5到9个多个月 那如果说你使用泰文西奔 合并这个艾芙陀 或是使用那个芳香 黄梅意识剂合并的艾芙陀 都可以把这个疾病有效的复发时间 延长到2倍左右 那目前来讲 最有效的结合用在第二线 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那个CDK16 合并法洛德 它可以有效 抑制的时间 可以从9.5个月到16个月左右 代表说其实我们在荷尔蒙阳性乳 如果第一线治疗没有效 你用到第二线之后 你可以用一些合并的药物选择 然后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